社群主要是在夜總會表演的 他們的子女在五、六十年代成長時 自然就受了他們父母的音樂分圖 四幾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夜總會在上海叫做鮮樂師 由菲律賓請了一個爸爸 他整個樂隊就去上海 我爸爸在那裡做了很久 他們有個稱號給他 說是蕭王樂平 我記得我媽媽說 我爸爸吹喇叭很像Banny Goodman 我也覺得是 整個屋子都像一個琴行 有很多樂器 有風琴 爸爸也有手風琴 我們也認識的 我們一坐下來 沒甚麼好做就拿起結他 沒甚麼好做就彈琴 爸爸也經常都… 一刻他一直播放好聽的歌給我們聽 我們也經常都影響了 六十年代 我和我姐姐 Christine Samson 和陳家宣 Joe Junior 和我姐姐叫Laura Samson 我們五人組成了一對樂器 並叫D-Topla 那時候應該是 exclfort 六三年 那段時間 你打樂樂器一是威風的 讀書都是好改善 因為每個喜歡打樂器 因為遊樂器 我跟我的小時候不是喝酒 講你喜歡玩芷他嗎 是威風 Khan 我都挺幸運 最幸運就是有我爸爸在那裡再陪 在那裡還有整班父親 如果我們玩一個套奏 我們唱歌 像我們唱錯 或者走音 下來一定可以別人唱歌 這些都是 也許很多人在音樂學校 都不會有那麼好的評論 少了一次 所以我下來告訴我 我不會說一次 所以我覺得 想起那時候是挺幸運的